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Scott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這個COVID-19 最近會影響到這個我最喜歡去的Seamall山 如果上山滑雪的話 你必須要注意一些哪些事項呢? 那我們就這樣開始吧 幫大家解答一下 Let's go! 好第一件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你上山滑雪的話 不管怎麼樣都要先預訂 如果是在Wingdays的話 他們完全是沒有限制的 所以說你想從開山到關山 你想怎麼樣滑 讓你滑到爽為止 好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吧 作為Season Pass持有者 如果只是出現在週末夏日的話 嘗試滑雪會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是沒辦法的 因為不管怎麼樣 就算你連是Season Pass持有者 也是在網路預先預訂 或者他的RFID不讓你通關過去 很多人問說為什麼只限制4個小時 因為他們官方據去年的統計 就發現說很多人在滑雪的時候 大部分花3到4個小時時間 很少人超過 問題是Season Pass持有者 可以預訂幾天前來訂這個滑雪活動呢 就是說可以在4天前來訂出你想要的時間點 如果在Wingdays滑雪的話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沒有什麼事啊 不是啦 呵呵呵呵 你想滑從開山到關山 完全都不會有這個時間限制的問題 所以歡迎 如果你可以1到5來上山滑雪的話 Please come up 你的時間時間到的話還可以繼續滑雪嗎 我們就說 BB不行喔 因為他們卡片先變成晶片的RFID 就像Whistler一樣 就是你進那個通關卡 BB 他們就會打開 要不然的話都會關起來 Season Pass持有者可以一次多訂Time Slots嗎 其實不行喔 因為官方只要注意到 應該很多人會這種事情 不過就說一次就只能一次性的選一個Time Slot 所以說你想要在中午上山到4點 那完全請你去滑 不過如果你4點之後想繼續滑下的話 如果還要多了多餘的Time Slot 那歡迎點進去預定 再繼續滑下去 好下一個問題 如果我沒辦法參加我那時間點的話 那該怎麼辦 那Season Mountain表示 就說他還了解每個人事情 就是anything happen 就麻煩打一下這個專線 讓他們知道說 欸不好意思我們沒有辦法來了 那他們可以把這個時間留給下一個人 我不想在2020到2021滑雪的話 那該怎麼辦 那沒有關係 他可以做一個Deferral Program 就是可以延遲時間 如果是在怕疫情暴高的話 那其實可以移到2021到2022 所以大家記得在11月15之前 就期在這裡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Deferral Program 往今年的Season Pass 移到下一季的Season Pass這樣 如果我是Snow Shoe的Season Pass的持有者呢 那其實也是跟滑雪Ski和Snowboard一樣 就是說你只有4個小時之間在weekend 如果你是一到的話 那隨便你想登山用的Snow Shoe都可以 我可以就直接買一張票碼 就是在當場直接出現 其實沒辦法的 不管怎麼樣 你要上上滑雪之前 你登入山頂之前 你就是一定要先預訂 上上前先預訂好 訂好一個時間來繼續滑雪 好啦目前就這樣子 就是我以上想跟大家分享的 Season Pass如果來滑雪的話 必須要注意一些哪些事情 希望這些問題對你有幫助 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請歡迎在影片以下留言 我會盡量幫你回覆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忙訂閱按讚分享 抱歉太快了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忙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也開啟那個小鈴鐺 立刻追蹤我立刻上傳的影片 好就這樣子啦 掰掰 掰掰